但是 这社会热点啊 今天是2023年7月18日 美国啊 美国时间 美国东部时间 现在晚上啊 今天啊 有一个热点 是关于恒大的 这个为什么呢 恒大的报表出来了 已经停牌一年多的 恒大集团 周一啊 发布了 迟来的2021年和2022年的业绩 两年时间 净亏损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 接近3000亿欧元啊 3000亿欧元啊 然后 整个现金流现在只有43亿 总负债从2021年的底 25800亿人民币啊 到现在仍然有24374.1亿人民币 两年时间 负债两万 两点 接近2.5万亿人民币 现金流只有43亿 就相当于 你付了债 25000人民币 但是你账上 只有43块钱 你咋还这个钱吗 你说 并且 并且每年 你还亏 8000块钱 你就把这个东西 你别搞得这么大 你自己 是吧 咱们稍微那个点 把它加大一点 好吧 就25800亿 把这个亿换在 258万 好吧 你负债258万 你现在账上只有 0.43 4300块钱 4300块钱 是不是 然后在每个月 你还亏损多少 每年 你还亏损 80万 80万 人民币 你账上只有 4300块钱 天哪 这怎么活呀 你说 就这 恒大还没到 这个 打破了整个 香港上市公司的记录 并且这个 负债这么多 居然 这个许家印 照样 还依然 这个奢侈 过着奢侈的生活 这都是骗 这就是诈骗 这就是 这恒大就表明了 中国经济的 这种 中国经济的高杠杆 高债 发展模式 一个缩影 就是 什么呢 用所谓的 谱地 抬高 抬高完以后 然后 房价 抬高 所有的东西 没有产生任何的 价值 在这中间 就是 就跟那个 击鼓传话 这样 击鼓传话 最后发现 这么就都是一堆石 就跟那个 那叫啥 乔家大院 什么 白锦旗 拿了一堆石 包着 说这没石 我们家祖传 宝贝 然后去 去那里 点大行 去忽悠 果真忽悠成功了 是吧 这就是他忽悠能力很强 这其实也是中共的现在经济的现状 很大 之前能玩得赚 什么原因 不就是因为 美国 你说中国的经济的本质是 外贸是龙头 龙身是啥 这个身子是什么 身子是内部的内需 然后最后才是 房地产 就是基建 没有龙头 所有都结束 你如果没有龙头 你就不可能有内需 没有内需的话 你建再多的基建 说白了 也消费不了 所以没有内需 导致 你现在就是房地产的泡沫 第一 这么多年 已经 共过于穷 第二 更重要的是 就是没有内需 虽然中国有这么多人 是吧 由于这个龙头带动不了内需 所以 内需自然而然 虽然 人口这么多 房子可能还是 还到不了所有的 像什么 发达国家 这共国一圈 或者像日本那个 共国一圈 但是 没有内需 短时间内 它就产生 不可能 有足够的消费 所以 大家都在这借债 所有的 都在借债 房地产也在借债 政府也在借债 中共 中共就不断的 发行货币 而这所有的货币 然后通过某种方式 控制 控制美元汇率 然后再继续骗美元 它就一个这样的死循环 而 内需来自于哪里 但是说内需来自于哪里 内需 中国是通过外贸来产生内需 美国内需不是通过外贸 没有别的 它是自发心的内需 内需来源于体制 你如果 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 你的社会医疗保险 你的 这个就业体系 以及 你的每个人的通道 都是平等的 公平的 自由的 你看它产不产生内需 绝对有内需 中国人活的 第一 是吧 每个人都是 已经成了彻底 这十几年下来 已经成了防奴 车奴 所有的奴 就这一轮韭菜都已经割完了 都成了奴 第二点 所有的 你 你 不管多勤奋 你多有聪明才智 你最终你发现 你都是为那极少数的 权贵阶层 习的那几 那一帮人 在干活 他们啥都不用干 这是第二点 而他们 掌握着社会 98%的财富 他不可能 98%全给他花出去 他就不可能产生内需 98%的人 只涨2%的财富 是吧 哪有内需 说白了 你一个月 算你 一万块钱 这密币 两万 行了吧 房奴 车奴 一还 你有几个钱 去消费 没有消费 他自然 社会的 零售贸易 所有的 产业链 他自然就 没有商业 没有商业 然后 再加上 没有消费 就不可能 让社会经济活动 活跃起来 他的整个的金融 贷款 他就是 会进入一个崩塌状态 所以 这个恒大 现在 居然 直接负债这么多 并且 每年的亏损 这是止不住的 三千多亿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 照样 还不让他破产 为啥 因为 借的太多了 他如果一破产 他现在就说白了 两万多亿 放在那里 就是一个 账上的债 如果破产了 这个债 就变成死的了 说白了 就会 对整个经济体 造成一个 巨大的冲击波 就跟当时 那个雷曼兄弟一样 雷曼兄弟 如果不破产 就不会导致 后面的次贷危机 但雷曼兄弟 美国是主动 戳破 雷曼兄弟的 这个泡沫 让他破产 就跟那个 现在硅谷银行一样 美国主动让你倒闭 然后 美国 美联 联邦 银行管理局 直接接管 联邦 直接接管 现在很大 是吧 不让你破产 因为破产的话 就 就告你的负债 不用还了 就这意思 这就叫破产 是吧 说白 就是负债 我先放在这里 等我 这个 重组以后 然后再跟你上 商量这个负债怎么还 不是不用还 我再纠正一下 至少利息 可以先 暂时 所以 他不让他破产 就是避免 对金融系统的 一轮冲击 今天咱们的嘉宾是 Satoshi 你怎么看 这个社会热点问题 实际上我 当然我还是从一个球迷的一个角度出发 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恒大过去几年牛逼哄哄的 对吧 又买这又买那 那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之所以他要把自己做那么大 要把这个足球做一张名声的牌 无非就是说 为了 为了就告诉大家 我恒大还是个非常有钱的一家 对吧 我恒大没有任何问题 你看我都请那么多球星 我怎么会有问题呢 他无非就是让足球给自己脸上贴金 然后呢 就是 其实就是遮掩了自己 其实根本就资不抵债的这一个尴尬 另外一点呢 实际上呢 这就让我想起 其实一年还不是两年前 其实路德先生也做过这个节目 就讲恒大到底这几年的这个路会怎么走 当时 当时的分析就是说 中共确实绝对不会让他垮 肯定的会稍微救一救 但是呢 他不中共 他不会 不会真的去救 而是呢 让他这个慢慢把这个问题扩大扩大 然后呢 让他自己 让这个事情的自己去解决 现在看来呢 现在中共啊 他还是想硬掺这个事情 因为 因为就据我所知啊 就说恒大 他影响的确实是 其实整个这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他其实他影响的包括是 比如说各地这个建筑啊 有这个 比如说这个水仪厂商啊 还有包括像 像一些 比如说那些卖啊 卖房地产 就是说有些房地产中介啊 他牵扯的这个面是太大了 所以呢 他宁可继续借债 然后呢 去把一些就是说 一些零零星星的名称先给你搞好 不至于有啊 不至于有太大这个名称上的问题 那么也不能让这个债务说允许他 不还让很多人一次性失业啊 这是我对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简单的看法 啊 谢谢路德 好 这是 看看啊 这个恒大的许家印啊 前段时间还进入到香港啊 香港说什么 这个香港的立法委的一个什么 一个职位 是吧 这是很滑稽的啊 滑稽的 所以在中共国真正的经营背后就是政治 政治经济学政治业先政治后经济 所有的习啊 不让他破产就没事 财务报表说白了 现在香港已经被中共完全控制啊 这个财务报表直接给你做出来 就是直接打脸你现有的商业规矩 是吧 得这么这么大负债照样没事 这就是中共告诉你 并且说不定过两天股市还狂涨 就是让让谁 美国 让所有香港老百姓 所有股市上的钱 去给他买单啊 中共这做得出来 这就是啊 这就是 很大的这个 他不会让他直接破产的 因为负债这么多 刚才说他会对 整个的啊 这个金融会造成一定的冲击 万一这个冲击变成了灰犀牛事件 或者是黑天鹅事件 他就守不住 所以呢 账照样作者 银行钱照样给着 只不过这个银行的钱 因为他在香港上市 香港股市 必须得承担 给他输血 是吧 现金流只有33亿 没事 照样啊 通过各种方式 融资 他现在融资的杠杆 你看啊 他融资的杠杆 如果是100作为资本的话 融资的负债 高达1000元 就是他的杠杆非常高 但是对于 这个 你看 对他来说 无所谓 无所谓 知道吧 啊 你看啊 这个香港中文大选 是李兆博表示 导致公司战活 亏损情况严重 超级严重 这种情况下 这在香港都是第一次 是吧 啊 这种第一次 那香港的这些 因为你要知道 香港的股市 香港港交所 港交所的领导 啊 所谓的嘛 总经理 他那都是 这叫李扎超吧 啊 说白了 那都是啊 中共的 是不是 中 都是中共 默认的啊 就是中共的 另外一个 白手套 一个 这种存在 所以你看啊 就是恒大 这样的报告 报表出来 就 就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这样报表 绝对啊 所有的 股东 或者 律师就上去了 直接 任何一个银行 就可以申请 他破产了 银行主动 申请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债主啊 就可以申请 他破产啊 因为要破产保护嘛 然后进行一系列清算 算账 算总账 啊 但是很大没事 啊 很大没事 是吧 只有的外媒 稍微报道一下 过段时间 可能 里面又给他 又给他 扶贫了 是吧 再过段时间 再做做财务报表 啊 照样 又 又起来了 这就是 中共的期盼 那个 这里网上有一个 说啊 银行 中国银行 罗湖分行 遭挤兑 这样的一个事情 现在 这个 也没有合适真假 也没有合适真的情况 只是稍微提一下而已 这是关于恒大的事情 恒大事情 这个萨特希 有没有需要再补充的 啊 好的 那么实际上呢 我刚刚就是 从这个路德先生 这个说的 政治来决定经济 其实为什么我 我特别对这个有感觉 因为我刚还在想嘛 那到底这么多钱 可以从哪去还呢 啊 我后来在想 这个啊 确实这个中共国啊 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他不是经济决定 这是他反过来的 对他们来说 大不了就举国之力 一起来还呗 对吧 就像大不了 我让所有的这个银行 都给你挤兑 然后想办法再多印 多印人民币 或者在香港上市 套香港这个钱 然后我就去来还这个 是还这个钱 反正你去看 而且刚刚我就看到 那个上面已经说了 许家印做一个 就比如说是 是一个被执行人 但是他仍依然可以到处走 这就是很奇怪的 我们都知道 如果现在在国内 你成为一个被执行人 或成为失信人 你连这高铁票都买不了 然而对于许家印来说 他却可以到处走动 你就可以想知道 中共国这个 呃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法律啊 跟其实包括法律和经济在内 因为根本就是形同虚设的 那么他只只需要 他来维持一个政治的稳定性 和维持他一个政治目的 那那这个经济和法律 呃就是该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对吧 反正就他们一张嘴 呃嘴说的算 呃第二个 第二个我呃 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这个这个钱啊 可到我看来 其实最终还是最终是 根本就没没法还出来 因为因为就像刚刚路德先生说的 你这个东西你这个这个钱他怎么还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走一个正常一个经济模式来说啊 就是说恒大他还这笔钱 那他就必须要把这个房子卖掉 那把这个房子卖掉 终究是是谁了 谁能够出起这个钱 是老百姓出得起这个钱 但是呢 现在可以说中共他这个人 其实人房比啊 其实已经到了高饱和状态 也就是说其实实际上 当然了 很多买不起房的人可能听了这句话 就有点伤心 但是呢 实际情况是 这其实这个 其实现在中国老百姓已经不需要多余的房子了 或者对 因为有些人因为有些个别人数 他已经买了过多的房 他其实已经不需要房子 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房子上的需求 所以说他这个基本上就陷入一个死循环 当然了很多人会问 那到底是怎么 到底是为什么中共会现在惨状呢 除去中共国这个国家啊 这个共产党本身邪恶之外呢 其实现在这个局面啊 已经在2012年就已经决定好了 其实呢 其实呢很多稍微有点先见的先见知名的人呢 其实早在2012年就已经知道中国国会落入今天一个局面 但是呢2012年的中国经济它有一个转折点 就说什么呢 你到底是当时中共国决定是软着陆也好 还是硬还是先不软着陆 然后将来硬着陆也好 但是呢啊中共国之所以是中国国那他肯定是选择是硬着陆 那么当时呢 仍然是发大力的发展房地产 然后呢就比如说做了很多的什么 各种广场 你看这个全中国各地都是万大广场 苏宁馆等等这些广场 实际上我们我们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啊 这种广场好像挺挣钱的对吧啊 那个你看这个都是所有的店都是排满人排满人 但是实际上实际上如果你们看他们呃 营收报表以后都是触目惊心的 其实早在2015年的所有中国的商城商场都早就已经不挣钱了 只有网店才挣钱 这是啊这是那个很多就台湾房地产 做在跑到大陆的房地产商啊 厂商人都知道一个都知道一个现实 所以说今天出现这种局面的也完全啊不是不是问题 但是呢后面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真正值得担心呢 确实仍然是中国国的老百姓 另外我个人觉得如果中国国选择让恒大不倒的话呢 那终究他一定会有一个为他买单的人 那这一部分买单的人呢就像刚刚路德先生所说的 那么要么就是香港的老百姓 要么就中国国的老百姓 那如果是最终交到中国国老百姓来说呢 这个这个单一定是非常惨重的 因为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说啊超发货币 然后呢让大家好像账面上变得有钱起来 又可以去购买一个新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顺带一遍就把这个肯大这个债给埋了啊 当然我不是经济学专家 当然我只从一个直观的角度来来分析这个啊 补充分析这个事情啊 谢谢路德 好谢谢萨特西啊 咱们今天社会热点节目就到结束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 各位观众观看再见 再见 准备